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梁恩宇 今天是24節氣的春分 代表昼夜評分 太陽會再次直射這個尺度 我們過了這一天之後 北半球的天氣就會逐漸暖回 踏入春夏季 我們看看今天的天氣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可以看到 今天有一道雲帶覆蓋廣東沿岸 我們在圍港的鏡頭看出去 都可以看到不少的雲亮 天色都比較差 事實上在雷達圖上可以看到 今天的雨區在我們西面發展 而且慢慢向東移動 有機會為我們帶來一些驟雨 至於今天各區的最高氣溫 就介乎21至25度之間 我們預計明天仍然會比較多雲 詳細的天氣預測會是 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 一早一晚為沿岸有霧 明天下午短暫時間會有陽光 氣溫是介乎21至24度之間 風方面會吹和緩的冬至冬南風 接下來的天氣預測 我們可以看一些天氣預測圖 我們預計未來兩三天 我們會受著一股海洋氣流影響 我們會轉出一些偏南風 為廣東沿岸地區帶來一些潮濕有霧 和日間溫暖的天氣 所以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早上兩天會是潮濕有霧 日間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溫暖 最高氣溫會上升到27度左右 而去到下週中期 我們預計受到高空擾動的影響 會為我們帶來幾陣的驟雨 這一節的天氣就講到這裡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再見